到底是在诉求什么 到底是在抗议什么 怎么会变成这样的一个情形呢 维持秩序的抗议人士 跟站在盾牌前面的警察 双方都受伤 有民众完全失去理智 围着一名男子 把他的上衣就给撕烂的 连牛仔裤差一点都扯下来了 这是我们会这样子吗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来看现场 警服门前的警民对峙 突然有个绑黄丝带的阿伯 躺在马路上 脸色参白 被众人扶起时 后脑袋一片都是血 抗议的民众流血受伤了 冲突一触即发 群众中有人出面维持秩序 淡花却如雨淋下 一整排动台前警察 试图安抚民众情绪 却被击中胸口痛得弯下腰 连强停止的身子 一边指挥警方战线往后退 还要一边叫大家冷静 这下换肚子被袭击 维持秩序的警察已经站不住 突然有几人围住一名黑衣男 开始撕扯他的上衣 男子的上衣被撕烂 连裤子也差点被扯下 脱续的群众完全失去理性 任凭叫嚣声充斥台北城 中线洪书斑蔡沐起 被报道